韩国瑜呼吁假韩粉退散 这个议题持续发酵 韩国瑜日前在脸书发文指出 假韩粉分化蓝军团结合作 呼吁假韩粉退散 无独有偶 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 最近也狂掉20万粉丝数 急得川普立刻找推特的CEO 进白宫询问 原来推特最近正在进行假账号移除 这20万个账户 几乎都是机器人或是睡眠账号 也就是所谓的假账号 事实上在台湾各个政治人物 虽然拥有众多的粉丝 分布在不同的社群软体 但其中不乏大量的假账号 这些假账号透过深入对手的阵营 以支持该政治人物为名 实际上却进行毁谤或带风向的手段和目的 让人难以分辨真假 然而韩国瑜出面呼吁假韩粉退散 可能无法达到效果 还是要靠电脑高手查找 或是社群软体自行清理 要不然这个假新闻假消息 真攻击的现象还是持续存在 让网络的世界更为纷扰 美国每天电视 在洛杉矶和台湾的综合报道